加拿大读大学 跟中国读大学有什么区别? 其实最主要的几点就是 第一点呢 两个国家之间的 教学方式上 或者是学习方式上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点呢 正于基本上所有的国外的学校 大一部分的学习是需要靠自觉 就是并没有人会盯着你去交作业 打携带的啦 什么时候该交学费了 等等 就是只有学校会进行通知 然后你自己要留意各种各样的学习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 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 他们并没有一个 就类似于微信这样的一个应用 或者是职处网这样的一个应用 所以一定要留意查看好自己的游箱 并且十分建议不要用国内的游箱 QQ193126其实都很开心 就是一定要用一个就是Gmail Hotmail 因为那个游箱的话 首先它不会无缘无故屏蔽 一定要转到信息 然后并且它对于邮件什么的 有收发邮件也比较方便 但是其实就是在入学之后 基本上大家都会有一个 自己的学校的邮箱 所以很多人是会去 在学校的邮箱里面接受这样的 所以这是前两点最重要的 一个是在学籍方面 一个就是信息方面 然后基本上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这两点也是中国和加拿大之间 这样的国家之间的最大的一个不同